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星期二介绍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所谓的Completeness Axiom。 完备性功力。 那里边 我再复述一次 里边就说 我任何的 时数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质 它任何的一个非空子极 如果 它是 所谓的bounded about 就是所谓的 有上界 如果它有一个上界的话呢 则 那现在我可以 写得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supremum A 就一定会存在 这个supremum A 就一定会存在 这个最小上界 就一定会存在 那最小上界的定义呢 我们有讲清楚的 就是说 这个是definition M0等于supremum A 如果呢 第一个 它是一个upperbound M0是upperbound 第二个 M0是一个leastupperbound M0是一个leastupperbound 意思就是说 它是 所有的upperbound里边 最小的 所有的上界里边 最小的那个 所以呢 就是 任何的 M upperbound 我们都有呢 就是这个M呢 要大于等于M0 是这样子 那 我们 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也做了 就是说 一个 等价的 一个条件 那说 可能这些东西呢 都是 非常重要的 这个东西都要记下来的 都要记下来的 就是 你upperbound 小一点点的 就不是upperbound 那意思就是说 你 这个小一点点呢 我们怎么说一点点呢 结果呢 我们是 如果是 你不是小一点点 你小很多的话 你就是 更不会是upperbound 嘛 所以呢 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个 表示的那个方法呢 就是 是任意的 但是这个任意的 重要的 当然就是 Epsilon 很小的时候 就是 我这个M0 我给它 推一点点 会不会是上界 如果我推很多的话 当然不可能是上界嘛 你推到 就是 搞不好是 比A所有元素都要小 都有可能嘛 不是吗 所以呢 写是 for all Epsilon 大于0 就是 你小一点点的 就不是upperbound 所以你扣掉 Epsilon以后呢 你不会是upperbound 你就会有一个 集合里面的元素 比它大 比这个M0 减Epsilon 要来的大 那这个就是 2 prime 这个命题 那 我们后来呢 这个是讲 bound to the above 是上界 等于事实上 一个相对的 就有一个 所谓的下界 那 在我们 星期二的 那个尾端呢 我们讲了一个 事实上 可以说是1 prime 就是说 如果我的 A这个集合 是 bound to below 意思就是说 它有一个 lower bound 则 这个infinimum a呢 所谓的 greatest lower bound 最大的下界 就是 必然存在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一个很好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也记得记得 就是 这个infinimum呢 事实上 很好找 如果我知道 负A的supremum的话呢 再加一个负号 就是infinimum 事实上 这个 最小值跟最大值 当然也有这个关系 minimum跟maximum 也有这个关系 那现在呢 我们 一个集合 不见得有最大值 也不见得有最小值 但是呢 只要你有上界 有下界的话呢 supremum跟infirmum 都在 那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 后面的我们呢 就是 会是非常有用的 一个资料 去让我们去了解 这些liment 的一些性质 那我们后面呢 会用很多次 会用很多次的 不只是liment 就算是 那个所谓的 一些重要的 有关连序啊 有关 尾分啊 那些定理呢 都需要用到 这个资讯 那 当然 我想也不难 看得到就是 我的1呢 就会imply 1' 这个是 事实上是 前面的定理 应该是1.4 这个1.4 就是说 就是 你有这个 completeness axiom的话呢 这个东西也是成立 但是 我想也蛮明显的嘛 上界有的话 就有下界 最小上界 变成最大下界 那反过来 如果我假设 这个东西 我一样可以推出 这个相反的 supremium A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我的completeness axiom 我可以不这样子设啊 我就设这个E' 就是completeness axiom 那一样可以推到 这个E嘛 那 这两个很明显是 等价的命题 那他们等价 事实上就是 是利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等式 去给他 弄成等价的 那 呃 这里呢 呃 我想就是要跟大家先 先说明 那有一些书呢 他会喜欢 用下界 为什么一定要上界 可能有人会喜欢下界的 有人会更喜欢下界 那个上界是 呃 呃 都是 都是 都是一个选择来的 啊 是这样子 OK 那今天呢 呃 呃 我说这个completeness axiom 是 是重要的一个 一个课题 今天我就要尝试用这个completeness axiom 去做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事情 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呃 正整数或者是自然数 它跟实数的一些关系 我要做就是说 任何一个实数 我都会有一个正整数比它大 啊 存在一个 给定了任何一个c 我都存在一个n 在n里边 比它大 那这个我想是非常自然的 啊 呃 大家都应该都知道 那 那就是我们利用前面的一些性质 可以说就是 你这个 这些整数或者正整数呢 事实上是个理的 而且呢 它是 它是无穷无尽的 啊 在这个实现上面就是 无穷无尽的 这个是第一个事情我要做的 第二个事情我要做的就是 呃 稠密性 啊 就是 就是这个有理数是 啊 我们这个dance这个字啊 啊 我们讲人口稠密度啊 啊 有多少个公里有多少的人 那我们在数学上呢 讲这个稠密呢 事实上就是说 它是 这个是实数线 这个有理数呢 是在实数线里边呢 所谓的密密麻麻的 啊 密密麻麻的 那意思就是说 比较正确的讲法就是说 随便两个实数 中间 起码有一个有理数 哦 这个我想大家在高中里边都见过 你们的老师有证吗 有没有老师证过 我们今天就来证明 啊 就来证明 就是说 利用这个 这个证明是需要用到一些 呃 基本的理论 那呃 呃 来做 那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法呢 事实上就是利用这个 这个 complete system 所导出来的这种的性质 来做这个 所谓的稠密 不只是 有理数是稠密 无理数也稠密 哦 那这个假设 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 哦 也是 我们这一章 啊 最后的 一个课题 那首先呢 我要有一些 对于这些 自然数跟整数 要有一些 一些了解 都都都很简单 啊 我们的 哦 呃 N 就是 当然就是我们的自然数 所以呢 呃 123 从123开始的 你也可以看成它是怎么样子 是从1 这个数字 给它 所生成的一个东西 1 1加1 1加1加1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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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哦 这样子生成的 一个集合 那 然后 呃 Z呢 就是 当然是所谓的整数 是正负1 正负2 这类的东西 哦 大家可以看成是怎么样子 可以看成是 自然数 连击 零 连击 负N 哦 负N的意思就是 它是等于 哦 所有的负N N在 这个 我们大概有讲过了 就是说 这个N呢 就是 呃 自然数 自然数呢 英文是 natural number 哦 那这个 Z呢 呃 是 整数集合 整数呢 呃 一个德文来的 沙冷 哦 沙冷的意思就是 number 哦 这个是德文来的 它是从Z开始 所以呢 我们就 呃 当然就是 这个也是 这些符号 都是一种记号了 哦 那就是某人 也不叫是谁 哦 呃 是 定了这个符号 那后来呢 就一直在用 哦 所以呃 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些 所谓的 facts 这个facts呢 譬如说 第一个 就会是 以下的这个东西 事实上 呃 这个东西呢 我前面应该要讲的 但是呢 我没有 我 我事实上呢 是留着现在才来讲 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要大于零 我们可以证明这个东西 一一定会比零大 哦 有了这个以后呢 情况就 就 就说 一些 简单的东西呢 就会出来了 譬如说 所有的 自然数呢 n都要大于一 呃 再来一次 所有的自然数来说 它都要大于等于一 啊 啊 换句话说就是 一是里边 最小的 一个自然数 啊 一是自然数里边 最小的 那 呃 因为很简单呢 如果一大于零的话 二就大于一 三也大于一 所以呢 你利用那个数学规纳法呢 就是说 任何的n都要大于一 啊 因为它都比它前面 来的大于一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所谓的 principle of mathematical induction Mi Mi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啊 那 同理呢 呃 我 整数 要怎么说呢 整数呢 它就是 有三个部分 那 我想不然 看得见 就是说 对于所有的 整数来说 它如果是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它一定大于等于一 那 如果它是 第二个部分的话 它就等于零啊 没有什么 如果它是 负的话呢 它就要 小于等于负一 这个n呢 要小于等于负一 这两个 如果我合并的话呢 或者是 我这样子说吧 就将这三个 分开来讲 那 在每一个部分呢 都可以有一个 不等式 去形容它 是这个意思 所以都 都是一些 简单的 命题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简单的命题 对于所有的 MN 在Z来说 M加N 如果 MN是 整数的话 M加N也是整数 N-N也是整数 那M乘N也是整数 我们这些都可以用数学贵纳法呢 一个一个的 给它 给它说明的 那 你简单的 你大概知道是怎么算 但是 现在是 FOROR FOROR呢 FOROR呢 那 会不会有例外 那 当然呢 我们做了 已经 从你 从你小学到现在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当然没有例外 那 有人这样子说 我们的脑袋里边 事实上已经 已经有一个数学贵纳法里边 有一个数学贵纳法在我们脑袋 当我做了十个例子 我已经知道一些规律了 那就 我就相信了 会不会 我就相信 这个东西是对的 但是逻辑上是不是对 当然就是要讨论的了 好 事实上还有一个Factor 这个Fact会麻烦一点 但是我想我还是给它讲一讲 我们不会用 但是当然是一个很基本的 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 有关整数的 就是 这个所谓的 除法原理 Division Algorithm 除法原理 那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 我们怎么做除法 随便一个整数 我如果拿一个自然数 去除它 那一定有一个商 有一个鱼 对不对 存在一个唯一的 这个我们叫做除法原理 Q跟R 是在Z里边 使得呢 就是 我的M呢 就是 有一个商 有一个鱼 而这个余数呢 我是要求它 是 零跟N之间的 那这个 我们事实上就是根据这个除法原理 去做这个除数的 这个除数事实上 你327 除以 除以4 这样子 你怎么除 就是 一个一个拼凑起来 事实上都是利用 这个 这个除法原理来做 对 那这个是跟整数呢 是一个 一个重要的性质 是对整数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性质 我们要 Dendance这个事情呢 事实上也是 可以利用这个除法原理来做的 好 所以这里呢 一大于零 我要给它 某一个意义底下 我要补充 因为事实上呢 我们已经用了 如果你看到前面的东西 我们已经用了 那 这个也蛮简单的 就是 事实上是一个 事实上就是Trichotomy 那个三一定律的 这个 一个延伸 因为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一不是大于零 它只有两种选择 一等于零 或者是 一小于零 三一定律告诉我们 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 一有没有可能等于零呢 我们说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那个代数的性质呢 事实上对于这个一 对于这个零 是非常重要的 零就是 加法的 一个 单位元素 一是乘法的 单位元素 那它们呢 都有一些很好的性质 譬如说 我们 知道就是 任何的X 在R里边 X乘1 就是等于X 对不对 但是X乘0呢 就等于0 那如果1等于0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X都要等于0 这个东西是会导致 这个东西是成立的 那 X数就 X上就只有一个元素 0 对不对 就imply我的X数呢 这个 当然 跟我们所知的X数呢 是不合的 那 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说 也一个是非常没趣的一个 一个性质 所以我们是给它 所谓的排除掉的 我们是给它排除掉的 这个X数呢 起码有两个元素 应该是这个样子说 这个1呢 不会等于0 好 那它会不会小于0 可以看成这种说 我们是给它排除掉 我们的X数呢 起码有两个元素 那 如果1小于0 当然 要讲矛盾 这些基本的命题 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你要证明它成立 你就是要看 负面的 那个资讯 负面的资讯 那如果1是小于0 负1就大于0 对不对 我将这个1 移到右边 事实上是 左边减1 右边减1 就得出这样子的东西了 0就要小于负1 或者是负1就要大于0 那 好 所以负1是一个正数 我两边都称负1 可不可以 负1是个正数 它会保持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而 右边 是等于0 左边 是等于1 你得回1是大于0 主要是就是这个问题 好 那 这个是在这个假设底下 得出的结论 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假设当然有问题 好 它是一个矛盾的东西 这个 这个符号当然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矛盾的符号 应该是这个意思 好 那就跟这个矛盾 所以呢 这两个都不成立 只有这个成立 那就是 1就是要大于0 就是我们的系统 如果要好的话 就一定要这样子 这个才是一个合理的系统 逻辑上是会成立的 那开始我们今天的 这个叫做 阿基米德性质 这跟阿基米德有关的 这个命题呢 如果你有看我们的教科书 大概有介绍一下 事实上 我们不相信是阿基米德做的 因为 比阿基米德早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命题 在哪里呢 阿基米德是大概是250 阿基米德是 大家应该听说哈 阿基米德是被誉为 被某些人誉为是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 历史上三大数学家之一 那当然呢 他不只是数学厉害 他在物理上面也是非常多的贡献 那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他的故事 这个Eureka的故事 那数学上它是 它是也是 第一个就是 积分这个概念呢 跟阿基米德有关系的 这个各元素 就是 我们怎么找π 阿基米德事实上 是有贡献的 怎么找π π是什么意思 π是一个圆的面积 所以事实上是一个积分来的 这个面积的东西跟积分是有关系的 那是这样子 所以他当然还有别的贡献 但是呢 在阿基米德之前呢 就是有另外一个人 这些都是希腊跟希腊附近的一些 一些 一些 哲学家 就是 就是欧兹里德 那欧兹里德有一本书叫做Elements 几何原本 欧兹里德大概是 公元前三百年前的人 那 他就是用一个非常 有系统的方法去考虑平面几何 但是不只是平面几何 事实上呢 他那本书呢 总共有十一册 其中有四册是讲数论 以及其他的东西的 那 我们大家 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可能 中小学的时候可能学过 辗转相处 有听过吗 找那个最大供应数 辗转相处 那 在那本书里面已经出现 所以呢 在国外西方来说呢 辗转相处的方法呢 是叫Euclidean Algorithm Algorithm就是演算法 Euclidean Algorithm 就是 为什么叫Euclide 为什么叫Euclidean 就是因为 他觉得是Euclide 给他建立起来的 那 在那本书已经有了 Elements这本书 那 这个Archimedian Property呢 在Elements那边呢 也有 也有一个等价的命题 所以 这个简单的 我们都 大概都知道了 任何一个十数 事实上 我将它的整数部分 再加一 就是一个大于C的一个数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就是 给它一个证明 证明就是 当然是用到 这个 这个完备性功力 来 来给它说明的 而且呢 这个命题 我们后面要用的 我们后面会 也是会常用的 又是那个 又是那招 假设它不对 然后推出一个矛盾 所以 假设它不对 我就存在一个C 在R里边 C大于零 但是呢 所有的N 都要比它小 没有一个比它大 所以所有的N都要比它小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C呢 就是一个upper bound 这个C 是这个集合的upper bound 这个是非以所思的 但是从这个命题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如果这个命题不对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N呢 这个自然数集合呢 是上友善界的 友善界的 那 所以 这个N呢 有一个upper bound 或者是它是bounded above bounded above 那 我们的 那个 completion section 就告诉我们 completion section 就告诉我们呢 一定有一个supremum 就是M0 等于supremum N 是存在的 是一个实数 它是一个实数 好了 我当然要在这个M0里边 M0这个数上面呢 做文章 那刚才已经讲了 你是 你是supremum 所以呢 2'就讲 你小一点点的 就不是上界了 对不对 你是上界 而且小一点点 你不是上界 那我 现在一点点呢 事实上是任意啊 你小多少 你扣多少 都不是上界 按照那个命题 是这样子说的 我就令这个 所谓多少呢 就等于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就够用了 当然呢 这些数呢 是 是有一些限制 但是呢 这个选择 你说我要三分之一 可不可以 三分之二可不可以 事实上都可以的 二分之一是一个方便的数 大家来看一看 好 我就令epsilon是二分之一 所以呢 那2'里边说的 就是 我就存在一个n0吧 在n里边 使得呢 n0是大于 m-2分之一 是不是 n0是大于n-2分之一 差不多做完了 怎么说 n0大于m0-2分之一 所以 n0 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个对 n0是小于 n0加 二分之一 我将这个二分之一 调过去左边 就是等于 n0加二分之一 好 那这个数 当然是 小于 n0 加一 对不对 二分之一 比一小的 而这个n0加一 是什么 n0加一 n0是自然数 n0加一 当然也是自然数 那我就找到一个自然数 比这个m0大 那就矛盾了 所以我小一点点 就不是supremum 就不是上界 就有一个自然数 比这个小一点的 这个数大 这样子你返回来 就会 有一个大一点的数呢 比这个m0大 那就是矛盾 矛盾这个m0是supremum 对不对 那这个矛盾 为什么会做得到 就是当初 我们假设 假设它不对 假设这个名题不对 这样子 逻辑上推上来 再加上我的completion section 就给它做对 所以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我的名题呢 就是要成立 对不对 我的结论就是 我这个命题呢 要成立 那就是 对于c来说 你们写功课也好 签案也好 就是说做证明的时候呢 还是将这个结论 事实上这个结论 跟我这个命题呢 是一样的 但是呢 给它复述一次 就是也不错的 也不错的 就是说明了你 达到这个终点 我们这个证明就是 好像 好像 好像走路一样 通过一个逻辑 从某一个开端 然后走到一个终点 在这个结论给它写清楚呢 是有好处的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就是 Archimedian property 好不好 那Archimedian property呢 好像是对于大的数 有关系 就是你这个c当然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十数啊 这个 这个 自然数是 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说 实际上是从1 所生成的 那些数字 那 现在就是说 这个数字呢 是 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 事实上是 是这样子说 那然后我在实线上面 随便一个数 这个数可能很大 很大 但是我都有一个 自然数比它大 这个命题应该是要 这样子解释 但是呢 我返回来呢 也可以这样子讲 如果有一个数 很小很小的时候呢 我也有一个 N 比它小 这个不是N比它小 是N的倒数比它小 那 我们说 这个是remark 就是 这个是无穷大量的 无穷大量的一些了解 事实上呢 是可以返回来 变成是无穷微量的了解 因为就是 这个分数的关系 现在是说 C大于零 对不对 C大于零 就表示说 我有一个 N 比C大 比它大 那所以 那 既然它是大于零的 所以呢 我就 每一个都除 N 也除C的话呢 我就会有呢 就是说 C分之一 就比 N分之一来得小 来得大 对不起 而N分之一还是一个正数 对不对 我每一个除C再除N 就会得出这样子一个东西 所以如果我令 随便一个epsilon 大于零 又来epsilon 反正epsilon呢 事实上呢 我是有兴趣的是 接近零的那个epsilon 接近零的一些数 我都 我令C等于 C等于epsilon分之一 我就存在一个N 比这个C大 换句话说 是这个N分之一 就比C分之一小 意思就是说 N分之一比epsilon 要来得小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认知 意思就是说 零在这里 epsilon呢 我叫这个事实上有趣是说 它很靠近零的 现在这个讲法就是说 没关系 我一定有一个自然数 N分之一 会比它小 你这个epsilon 可能很靠近很靠近零的 它是一个实数很靠近零的 反正N分之一这个数呢 就是 事实上是 在零附近呢 也可以说是密密麻麻的 不同的N 这个N分之一就是 可以很靠近很靠近零的 任何的一个实数 只要你大于零 我都会插一个N分之一进去 这个命题呢 就是讲这个事情 那这个后面会有用 我们讲epsilon delta的时候呢 这个就要用得上 这个就是 Archimedian Property 所以这个是定理1.5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命题 1.5是一个很自然的命题 那接下来呢 我又加两个自然的命题 但是概念上呢 又就复杂一点点了 1.6 这里有三个部分 有三个部分 怎么说 是这样子 是整数 N是一个整数 那 事实上 在这个命题里边呢 刚才的Archimedian Property 就是讲 那些 这个 真整数呢 是无穷无尽的 那现在呢 我这个1.6呢 事实上就是讲 整数之间 事实上没有别的整数 就是整数呢 事实上是 一格一格 不会说 就是越走越远的 你不会说走到半路呢 又弯回来 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当然是 我们也是很熟悉的 就是N跟N加一 之间 不会有别的整数 这个不是很明显吗 下面那个 C跟C加一 一个半开半壁的区间 这个C是任何的 时数 任何的时数 如果我跨一格 那 交这个整数集合 只会有一个点 我叫做这个 所谓的 Singleton 只是有一个 只有一个元素的集合 是这样子 这个命题当然也是 非常自然嘛 随便一个C 那你的N呢 是一个一个这样子走出来 从1 2 这样子走过去的 那 你任何一个C 在中间来说 如果我跨一格的话呢 就会 一定会含着某一个 正整数 或者是负的整数 某一个整数 当然了 这里要包括 端点 某一个端点 因为这个C呢 也有可能是 整数本身呢 本身就是一个整数 所以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命题 那是非常直观的 另一边 就是 我不包左边的端点 我包右边的端点 也是一样 等于Singleton 这里是定理1.6 这个定理呢 我们先不正 我们会看它怎么用 我想用它来证明 我们今天的目标 这个定理 也要花一点点时间 去说明的 但是说明了以后呢 这个东西就 相对来说就简单 这个就是 Density of Q InR 最重要是这个命题 或者是就叫Density Theorem Density Theorem A A 就是 有理数跟无理数 在实数集合来说 都要是dance的 什么叫dance 我说 随便那个子集 是dance in r 如果是什么 就是两个实数之间 我都可以找到 一个a集合的这个元素 随便 xy 在r x 小于y 就会imply 我有一个a 在a里边 使得 x小于a 小于y 这个是dance的意思 就是 随便一个xy 两个实数xy 如果x是小于y的 我就可以在xy中间 插一个 大a的元素 我叫小a 那这个跟稠密有什么关系 你看一看 这个x 是这个y 我们大一点 好不好 那 如果我有两个实数 x跟y 那我就可以插一个 所谓的 这个a这个集合的元素 我就叫这个a 然后 接下来 我可以弄一个y小一点的 比a更小的 甚至说 设这个a就是y 这两个中间 这里是不等号 那又要插一个a的元素 我叫做a1吧 然后中间又再插一个a的元素 这个叫a2 再插一个元素a3 再插一个元素a4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是a啊 这个大a的元素 是不是就是密密麻麻 在任何一个树附近 我都可以先插一个树 再插一个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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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就是有很多吗 所以任何的实数旁边 就是要很多的a的那些元素 所以 为什么叫稠密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到处都要有的 到处都要有的 你不会有一个空隙 任何两个小的区间 我就有一个a的元素 任何两个有一个a的元素 那你不是就 就到处都有吗 很多啊 很多 那所谓的密密麻麻的 是这样子 但是当然呢 它跟实数还是有一点距离 可能会有一点距离 就是实数是结实的 你密密麻麻你有很多 但是中间可能还有一点 所谓的小缝隙 你有很多 但是你可能还有一些小缝隙 那这个就是 有理数跟实数的 最大的差异 那但是呢 有多少有理数啊 当然很多 你们应该学过嘛 在书导里边 有多少有理数啊 有理数多还是整数多 一样多嘛 不是吗 这个多少就是 有一个e对应嘛 那我们能够证明它是e对应的 是不是 有理数跟整数 跟自然数 是可以有一个e对应的 可以定义出一个e对应的集合 的函数 而且是on to的 问问on to的 所以他们是 我们说他们是一样多 他们是等价的 从这个cardinal number的那个角度来说 他们是等价的 那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好 我先在这里break 然后呢 回来呢 我先振1.7 然后再回来说明1.6 好 我们先休息 好